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用我的技术分析助理您的投资交易 欢迎观看本期杭哥新加坡每日股庭讯息 我是杭哥 新加坡挥利证券的股票经济 今天是2023年2月13日星期一 海峡时报指数ISDI 今天大跌1.07% 收盘在3324点跌破了3350点的短期横盘震荡的区间 看样子会下探到3310点的支撑点位 并且向我的绿色SDI方向靠拢 目前长期走势依然是上涨 所以我还不用特别担心 个股方面 今天占权重股最大的DBS 星展银行公布业绩 2022财年净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8.19币 归因于是较高的利率 推动了较高的净利息收入 第四季度的净利润同比飙升69% 创下季度记录 不良贷款率从1.2%改善到了1.1% 宣布派发4毛2的股息和额外一次性的5毛钱的特别股息 今天的利好消息出来 股价高开低走 有Profit Taking和Sell on News的派头 从技术分析上说 短期股价可能会有所回撤 但是长期趋势依然是上涨的一个趋势 所以回撤可能会是一个好的入场点 目前的支撑点位呢 可能是在34 DBS的回调对另外两支银行股 UOB和OCBC也造成了压力 UOB和OCBC分别在2月23日和24日公布业绩 相信业绩都不会差 从基本面上说 今年依然是高利息的一年利好银行股 我的看法短期如果有所回调 或许是不错的入场点 那银行股还可以继续的关注 除了银行股之外 我今天给客户们在我的02Penny Stock 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中呢 提醒了四支Penny Stocks 它们分别是RH Petro Gas Maincast Raffles Education和Thomson Medical 但是它们的股票形态各异 我看好的理由也各有不同 第一支RH Petro Gas 是我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态 提醒客户的时候股价是在0.215 盘中最高0.230 最后竖盘在0.225 Maincast则是在支撑点位横盘整理之后的 再次出发的形态 那上面或许有广阔的空间 Raffles Education是我的经典的海底捞月的形态 从图表上看超级漂亮 我简直是太喜欢了 最后一支Thomson Medical是因为我的超卖信号开始转变 是一种超底的形态 再加上今天公布业绩 本身的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都是我看好的理由 具体的今天就不一一展开说了 今天收到我信息提醒的客户们都有每支股票详细的评论 包括各自的支撑点和阻力点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极限 欢迎WhatsApp 或者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个人主页也能够找到 关注杭格 杭格新加坡每日股评 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